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对于自己的信仰很自信,也很倔强,流言蜚语,就保持无感 我们看到的一博是隔着屏幕的 我只是粉丝,我不想离得他太近,做什么私生饭,打扰到他的生活 我不是他的谁谁谁,喜欢他就关注他 那天不喜欢就走开,绝对不会害他,回踩他,不会后悔 不管怎样喜欢他没什么损失,喜欢他的当时自己也开心 看看视频,买买代言,投投票,也不会安利身边人 做一个福系粉丝,追星绝不是摘星 我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迷失自己 祝一博喜乐平安,一生顺遂 一博以前天天向上悬小主持人的时候就看过 当时还觉得他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那么少的话,就没怎么关注 直到无意间看到了街舞三后,看他跳街舞直接迷上了 后面慢慢考古一博 心疼这个小男孩对于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好 学什么都特别快,聪明 我还被我老公吐槽王一博这么小,你喜他什么,这么优秀的一博怎么能不让人喜欢 喜欢他的干净纯粹,最重要的是,不论什么他都能做得很好 但凡是他想要做的,都能完成得很好 真的很需要跟他学习这方面的事宜,坚持不懈 其次,我很喜欢他的歌词,我对他的判断不来自于综艺之类的,觉得有剧本,有人设,不足为信 我比较喜欢文本分析他的作品 毕竟是自己写的,更能听出内心的声音 很有自尊心 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他喜欢的,才可以存在 他不喜欢的,不要妄想 不会为了世俗去迎合别人,这个别人也包括衣食父母,公私粉丝 从一而终,为了他的阳光,他可以不在乎被灼伤 就是无论是梦想还是一个人,都会坚持,会守护,会宁为欲碎,不为瓦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一博在天天向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天天向上就是一博的大学,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对一博有很大的提升 韩哥对一博赤裸裸的爱护,让一博坚持自己的耿直,做真实的王一博 在天天向上做主持一博是放松的,去过现场的人都说一博小动作挺多 不拘谨,做好他自己应该做的事,不争不抢 一博说他心大,遗憾也不会再提,不觉得自己很牛 但他真的很牛,他把喜欢的事做到了极致 有天赋,自信认真努力,在娱乐圈里没有得力的公司提拔,没有大的资本助力,可以一步步走到顶流 不仅仅是运气,除了努力这一切都应该和他谦逊真实的性格有关 娱乐圈个个都是人精,凭什么会有那么多合作过的人喜欢欣赏他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让同行真正的认同,这实不易 最后,他对于自己的信仰很自信,也很倔强,流言蜚语,就保持无感 我命由我不由天,不会卑躬屈膝,更不会媚粉 没有很大的欲望,在物欲横流中比较清醒,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 不卑不亢,表面距人于千里之外,内心住个渴望保护的孩子 综上理论来自于无感和我的世界守则 猜测他的另一半会是温柔强大,优秀清醒,不俗气 可以接受他有一天回归凡人身份 他要的应该是了解,是欣赏,是包容,而不是崇拜与溺爱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 感谢您观看 感谢您观看